暑假期间很多家庭与青少年出游机会大增 导致了车祸等意外事故增加 在创世基金会就有两成五的院民 是因为交通意外变成了职务人 因此创世新店分院提醒 民众不管是开车或是骑机车外出 务必要注意安全 而且不要乘一时之快造成终身遗憾 暑假期间民众出游的机会大增 加上很多年轻学子会相约骑机车出游 导致了交通意外大幅增加 根据创世基金会统计 院友当中大约有两成五是来自交通事故 而一个院友都代表一个破碎的家庭 因此创世基金会新店分院提醒 暑假期间外出游玩务必要注意安全 以现在新的统计来说 大概有25%的个案几乎都是车祸造成的 那其实因为植物人个案因为脑伤的关系 然后导致沃尔床 其实对家庭有很大很大的经济跟身心上的负担 有鉴于此创世基金会开始推动交通安全保脑宣导 希望从教育面扎根 带给大家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 我们创世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在这个 不管是校园或是企业 针对这个保脑宣导交通安全的部分 一直不遗余力的进行宣导 也是希望大家透过就是要骑车 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 然后坐汽车一定要系安全带的这一块 能够促进大家对于交通安全的这个意识能够抬高 然后不要自己啊 就是因为一时的小小疏忽 造成终身的遗憾 创世新店分院表示 各级学校或企业 如需要举办交通安全保脑宣导 多欢迎电话预约 记者陈品 咱们其新店采访报道